再来看到7月6号生的熊猫宝宝银亚呢 昨天晚间迎接出生后的第四个台风 由于半夜台北市下起了大雨 她的妈妈远远睡得不安稳 还特地在半夜帮小银亚放到育婴室的角落旁边 让银亚更有安全感 而银亚呢现在也开始努力练习爬行 母女情深模样超级可爱 中秋节团团圆圆一家三口怎么样过中秋呢 爸爸团团在展示场探索环境爬上爬下 照常上班好忙 妈妈远远吃着主感早餐 忙着在御婴室照顾小孩也好忙 至于尼亚 她努力地爬呀爬 要和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模样超萌 她的前辈努力地称帝 不时地用脖子的力量带动上半身 扭呀扭 有个身躯动来动去 想办法要爬呀爬 要爬起来很健康 那台北市的动物园表示 事实上妈妈远远刻意地将原载 放置到比较安全的角落 因为远远有察觉到大雨下不停的天气变化 有想到孩子的安全比较重要 在稍微偏偏角落的地方 当然不会刚刚好在最角落 也许是在稍微前面一些些 那当然妈妈都会帮她调整一个 最舒适的一个位置 伊亚出生之后已经遇到了四个台风 她都安然地度过 原方声称伊亚算是震源之宝 让动物园历经四个台风都没有造成灾害跟损失 一路平平安安 圆圆满满 感谢观看